1.新出120级无级别野兽刀 新出120级无级别野兽刀 伤害只是国标 同时体力双加了33点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哪个门派适合用这把武器呢 2.新出160简易神龙四海项链 来自粉丝的投稿 区里新出一条160简易神龙四海项链 初龄更是高达239点 不过可惜的是 四海特技早已被时代抛弃 如果是其他特技 定会引来一众159老板的争夺 3.175号出140专用无级别衫 175号鉴定出一把140无级别诅咒智商扇子 只可惜因为有专用特效 这把扇子啥也不是 只能放在仓库作为收藏品了 4.新出900简无级别双剑 近日白云山服务器新出一把150无级别双剑 在熔练过后 打上16段便可突破900伤 是一把十分不错的物理武器 5.土豪1000万收力量服 新出的土豪玩家 为了让身上的零食服打到完美 直接开出了1000万的价格收购力量服 不得不说 新出大佬的消费能力 真的是太强了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